抱着怀中的家人 叶浩轩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说真的 未来到底怎么样 现在他心里一点也没有谱 但是邵清莹的话毫无疑问 给了叶浩轩很多的激励 这个传奇一般的女人 又有了新的目标 叶浩轩真的怀疑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是不是给某一类的人赋予了很多的东西呢 为什么他怀中的这个女人 比起别的女人厉害 而且他想的比别的女人多呢 不过关于邵清莹的目标 叶浩轩觉得短期内还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现在的技术根本就没有办法 像科幻电影中那样进行星际时代 更重要的是远古的结界还没有破开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出不去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么的尴尬 叶浩轩觉得实局已经彻底的乱了 从女拔出现以后 这个世界一直在刷新着她的认知 未来怎么样 谁又能知道呢 拦着邵清莹 叶浩轩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半夜的时候她猛然地清醒 一个闪身 叶浩轩已经出现在帐篷外面 她向着一个方向遥遥地望去 在她目里所及的地方 那个方向出现了一丝法力波动 有高手在那里 而且对方给叶浩轩的压力很大 叶浩轩的眉头一皱 她想要去探一下究竟 这个时候 邵清莹也醒了 她走出帐篷问道 怎么了 那个地方 似乎有什么厉害的人物 叶浩轩指了指那个方向 我现在过去看看 你待在帐篷里面 不能出来 知道吗 好 我知道 邵清莹点头 她果然缩回了帐篷 不再出来了 叶浩轩随手在帐篷外面 布了一个结界 然后一个反身 向那个方向飞越了过去 越是离那个方向近 那股强大的力量 越是让叶浩轩心惊 对方的实力 让她有点捉摸不定 到了一定距离以后 她的速度放慢了下来 她在慢慢地 向那边靠近 就在这个时候 她突然发现了地上 怕着一个人 以叶浩轩的能力 她很快就辨认出来 那家伙是人 而不是一具死尸 因为她还有气 叶浩轩停了下来 把人翻过来一看 原来是那个二世祖张家良 这家伙现在脸色惨白 牙关紧咬 现在是背过气了 看她的样子多半是被吓的 叶浩轩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把她给吓成这样 右手在张家良的身上一点 张家良悠悠地转醒 她醒过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死生尖叫道 哎 不好了 有怪物 大家快跑啊 真定点 看着这货鬼哭狼嚎跟杀猪似的 叶浩轩差点一巴掌 把这家伙再次抽晕过去 因为她实在是太吵了 叶医生啊 医生大人 你救我呀 一看到叶浩轩 这家伙像是看到救星一般地扑了上来 要不是叶浩轩闪得及时 她真的就扑上来抱住叶浩轩了 离我远点 你个大男人 叶浩轩一闪 这家伙扑了个空 差点又趴在这地上 救我呀 有怪物 有怪物啊 张家良脸色惨白地尖叫道 很大 很长 很多爪子 很可怕 行了 在哪 我过去看看 叶浩轩的眉头一皱 这家伙现在语无伦次 根本就不可能从他嘴里 问出点什么来 叶浩轩觉得还是自己去看看比较好 在哪 就在那边 医生 张家良慌乱地指着一个方向 那个地方就是叶浩轩发现问题的方向 行了 回去吧 别乱跑 我去看看 另外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 叶浩轩回头问 我 我爸认出来少总和你了 张家良这才镇定了下来 镇定了之后 他有些尴尬地说 叶医生 之前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行了 自己走吧 我过去看看 叶浩轩回回手 他没把张家良放在心上 他每天遇见的傻貌呢 多了去了 这货就算是最小打小闹的了 所以说叶浩轩根本就没有把他给放到眼里 更别提跟他计较了 好 叶医生啊 你小心 我走了 张家良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连忙向外跑了过去 几个起落 叶浩轩已经来到了那处悬崖 这个地方的海水发出幽蓝色的光滑 而借着光滑 叶浩轩明显地看到海中 似乎是有着一个巨物 在拼命地扭动着 而且 它的气息越来越弱 而与这个巨物拼搏的八人 确实让叶浩轩吃了一惊 这正是那八名血傀儡 隐心 背后的一股杀意传来 而这股杀意却让叶浩轩感觉到无比的熟悉 他吃了一惊 连忙回头 果然 在身后的一处高地 一名身穿白衣的女人立在那里 她正是李延欣 黑化后的李延欣 行踪一直是瓢糊不定的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总之 一十八名血傀儡几乎是所向无敌的 看清楚对方是叶浩轩之后 李延欣身上的杀意 缓缓地退去 他一步踏出 身形一晃 已经来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是你 歪着脑袋打量着叶浩轩 李延欣笑了 哪里有热闹 哪里就有你叶大少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 水里试试吧 叶浩轩有些心惊地看向了海水中 只见幽蓝色荧光中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 海底那个巨物已经浮了上来 这是一条四爪的黑龙 但不是真龙 而是胶 还尚未完全地化形 他的脑袋上还没有生出龙脚 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和龙有关系的东西 真的不多了 这家伙也算是同类吧 但是他比起真龙 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因为形似 所以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角色 八名血傀儡在水中和他干架 却丝毫不落下风 现在胶尸已经浮了上来 八名血傀儡在他身上是 八皮抽筋 似乎在找着什么东西 李水金请讲 很古老的一种生物了 李延欣淡淡地回答 找他心头骨刺 干什么用 叶浩轩一争 他不知道李延欣 到底想干什么 杀人 李延欣想了想 或者说是杀龙 这世界上哪里还有龙 叶浩轩哭笑了一声 他不知道李延欣 到底想干什么 只是他黑化了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本来他是属于佛系的 有一颗仁慈之心 但是黑化之后的佛系弟子 似乎比起一般的黑化者 更加的厉害 辱魔后的他 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有 李延欣盯着叶浩轩 你身上沾有他的气息 最近你和他打过交道的 你是说 龙王 叶浩轩这一惊非同小可 可不是吗 他要屠龙 对方恰好是龙王 没错 龙林里面 也只有他最难对付了 李延欣笑了 只是他的笑意里 带着一丝邪议 他抬头看着叶浩轩 叶浩轩 和你做个交易吧 你需要的话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叶浩轩认真地说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李延欣皱眉 认真点 你看我一脸认真的样子 我是很认真的说的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把我整个人给拿走 龙王是真龙之身 虽然他的这条真龙水分不少 但是他身上还是有真材实料的 跟我一起杀了他 我只要他的双目 其余的你全拿走 你别这样 叶浩轩不知道怎么劝他好了 虽然不知道李延欣到底要龙王的双眼干什么 但是他觉得 龙王好歹也是条真龙啊 华夏图统几的东西 说杀就杀了 这是不是有点残忍 而且对于龙王 虽然叶浩轩和他有些过节 但也不至于 到了跟对方打生打死 不死不休的地步 真龙之身又怎么样 华夏之魂又能怎么样 李延欣呵呵地笑了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强者为尊 有了龙巾 我能做很多事情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叶浩轩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他感觉现在的李延欣 完全看不到以前李延欣的影子了 我想踏破虚空 不入轮回 成为远古大能的存在 李延欣根根笑道 你觉得我的这个目标 能实现吗 为什么非要这样 延欣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我要为我自己而活 仅此而已 叶浩轩 你没有发现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吗 你没有发现 如果你不成为强者 你将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吗 你难道对于力量 一点也不渴望吗 别忘了 你不是普通人 李延欣的声音带着一丝魅惑 他悠悠地说 难道 你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力量吗 你的心魔 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别忘了 我以前也有心魔 我的心魔还是你驱逐的 你还记得这些 如果不是当初为了救你 我自破玲珑心 又怎么会让心魔在我心里生了根 如果不是因为心魔生了根 我的道心又怎么会破裂 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李延欣的双眼犯过了一丝杀意 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说什么 叶昊轩的神色大变 他从来没有想过 李延欣变成这样 完全是因为自己 他睁睁地看着李延欣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正是因为自己 他才被心魔侵蚀 因此而坠入魔道 如果不是因为叶昊轩 他现在或许已经有 另外一番成就了吧 先是自毁玲珑心 这等于说他已经失去过一次机会 再接着入魔道 等于说他之前的修行 算是白费了 这让叶昊轩心痛不已 所以 现在我要为我自己而活着 李延欣笑了笑 以前我也真是傻 居然会为了一个男人这样付出 对你造成的影响 的确是我的错 梁九叶昊轩才叹了一口气 但是 我会对你补偿 我可以负责一切 但这不是你乱杀人的理由 叶昊 回头吧 你觉得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叶昊轩 我和你的关系没有那么好 你三言两语就能劝我回头 那我的追求和蜘蛛也太差了吧 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 不入轮回 踏破徐空 还是长生不死 与天地同寿 都有 现在大家的追求不一样 以前的感情 能忘就忘了吧 说话间 一名血傀儡已经冲上岸来 他手持一根 仗鱼长的龙骨 这是蛟龙身上 长出来的一根骨刺 这根骨刺 能杀死龙王 李延欣右手一指 骨刺落入了他的手中 他摇摇地看了叶昊轩一眼 冷笑道 你确定不考虑我的话了 不考虑 而且我要阻止你 哼 你亏欠了我这么多 现在你还要阻止 我要做的事情 李延欣笑了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李延欣笑了